17日,吴磊现身参加北电70周年校庆 在接受采访环节,北电图书馆的老师托电影频道的主持人传话吴磊还书 据悉,吴磊2018年11月借的书还没有归还 这让被cue还书的吴磊十分惶恐 还有网友调侃道,没想到三十弟弟的丑闻竟然是借了一本书两年都还没还 大概三十弟弟本尊早也忘记了吧 这是一个跨洋概念 天呐,我的丑闻要被说出来了吗 我借了一本书,快两年才能还 是这个书吗 是的,读书馆的老师呢,喊话无垒 说你在2018年期的那个微笑表演干完了 这你们都查得到 对,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是去猜点 这你们都查得到吗 你们这个进入我的学校去图书馆查我的介绍 有什么记录? 不是不是,是那个老师他知道说你要来这个今天播随错话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